8月3号晚上的10点10分 胸外科乔贵宾医生给您讲授一天的工作和感悟 今天做了七台手术 都是大手术 全部都是肺液切除 大肿瘤胸 重隔肿瘤切除 一直做到现在 一天待在了手术室 在手术室吃了两顿饭 今天让我感受最深的 有两件事 一个就是一位五十几岁的中年男子 功臣名就 那么去年发现肺部一个结节 一直觉得自己不会得肺癌 所以在吃偏方 今年一副厂长大了很多 去年一点几公分 今年已经两点几公分 所以做了手术 那么做完手术跟家里人谈话的时候 全家人都是一脸的这种闷的感觉 觉得我一直在吃药啊 一直在治疗啊 他万万没有想到的 什么没做到的 就是一定要定期复查 所以如果一点几公分的节节 三个月半年复查 一定会看出来他的变化 早点做 肯定比晚做强 另外一个就是今天下午我做的第四台手术 是一个右上肺 也是三点五公分肿瘤 六十几岁的一个老人 这个身体很不好 一直有糖尿病心脏病 放了五个心脏支架 说实话 面对这样的病人非常有挑战 基础病非常多 但是做手术又发现了肺炎 不治又不行 做了全身PIT CT 幸亏全身没有转移 所以他的儿子女儿 带着他来看过我最少四次 女儿我觉得特别孝顺 不停的 每次我门诊就围着我 说实话 我认为身体数字差 可能手术风险很高 给他讲了很多次 但是医生和病人 一定要都一起去面对挑战 一起去跟这个疾病去搏斗 才能可能赢 所以今天经过充分的评估 做了个心脏的各种检查 MDT心脏的会诊 我认为手术还是可以耐手 所以下午做手术 大概四点钟做完 手术很顺利 但是一直到了应该是七点多 我已经做了五台手术 六台手术 间隔 我回到办公室处理公务 在走廊里面碰到了女儿 儿子 说看到短信通知 手术早就结束了 怎么还不出来 我说还在复苏 是可能没苏醒 然后这个儿子就非常着急 一脸的不开心 一脸的紧张 一脸的质问 在说 怎么搞的 我跟当讲 手术很顺利 切得也很干净 在复苏时 醒过来才能回到病房 那么女儿很懂事 然后就拉着他这个儿子 就跟我说 他很着急 他就也是很面带 微笑 跟我说 他很着急 医生别在意 其实我没在意 我也是觉得 确实这个病人恢复很慢 一般在复苏时 一个小时左右就回病房 所以我有两次跑到复苏时 但是呢 这个老人一直不醒 血压还偏高 所以我也当时 一紧张 赶快把麻醉科的几个主人叫过来 怎么回事 这个三个多小时还不行 所以大家会诊以后 认为他基础病多 糖尿病 高血压 心脏病 很多病 所以他可能对药物的 这个敏感性 耐受性 跟别人不一样 复苏时间长 所以我又回来 碰到他这个病人的女儿和儿子 又给他们解释 再等一等 但是我心里面 实际上还是有点紧张的 觉得不是太正常 跟一般的病人不一样 但是当我做第六台手术的时候 麻醉医生告诉我 已经完全醒了 把管了 准备回病房 我的心才放下来 也就是这个事情 其实让我感想 刚才就很有感触 就是本来我们这个社会 这个世界 现在就很内卷 很淡漠 很事态炎凉 这个烟火味非常浓 那么其实每个病人都不容易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互相体谅 温暖一点 温情一点 那么可能病人的眉头就会舒展 眉间就会打开 不愉快的心情的阴霾也会去掉 所以我想医患之间就是要双向的 互相信任 共同抉择 既然知道了风险 共同去面对 双向的去体谅 互相鼓励 那么我们就能战胜困难 我们的医患关系就一定会好 我们的医患关系就一定会好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